我覺得目前狀況都還蠻平靜的 然後外面也沒有什麼人在走動 所以算是還蠻安全的吧 嗨大家好我是楊琴 已經很久沒有坐在相機前面錄影了 自從從台灣回來之後 去年 8月9月 然後在之後 找工作開始工作之後就 完全全沒有動力想要拍影片啊 然後剪影片 今天為什麼想拍這影片主要是 算是一個報平安的影片吧 因為大家也知道就是最近 這肺炎在歐洲 非常的嚴重 肆虐 尤其是從意大利開始 那我幾乎每天早上起床 我的親朋好友們 都會傳訊息跟我說啊你還好嗎 啊那法國那邊好像很嚴重啊 然後你好好保重自己啊 反正就很多關心的訊息 說真的很難解釋 也很難讓別人相信說其實這邊其實沒有你們想像中那麼可怕 我看過台灣新聞 有可能是台灣新聞吧 你知道台灣新聞也喜歡把 標題立得很聳動啊 在法國這邊 至少是在我這個城市或是我這附近的城市 我們所看到的情形 其實並沒有你們大家想的這麼可怕 我們今天是 總統發佈 禁止外出的第4天 在3月12號政府就有發佈說 全部的學生 國中小大學全部都停課 兩天之後 就是3月14號之後 他就有開始宣布說 所有非必要性的商店都不可以 營業 我覺得這個面領 一開始主要可能是想防那些學生 因為學生然後就是放假之後他們絕對不會狗怪待在家裡面 結果 就是在 大家發佈 停 所有 非必要商店要關門 之後的隔一天 就是禮拜天 很多很多的歐洲人 都跑出去外面曬太陽 政府頒發這個命令應該是要你們 高怪待在家裡面 結果你們卻跑出去外面曬太陽 而且 沒有戴口罩 戴口罩這件事情就真的不用討論了 在法國 不是在整個歐洲 戴口罩這件事情真的不用討論 不用再問我說 你有沒有戴口罩 現在 真的有在戴口罩的人 會有變 比較多 可是在這之前 我覺得他們沒有意識到 這個病毒到底有多麼的 可怕 我覺得他們沒有在在乎說 被感染的 機率 他們是被在乎死亡 死亡的機率 因為這個變數是死亡程度 死亡的機率不是很高 所以就變成說 他們都會拿來當 把它當 流感 最常聽到的理論就是 流感在歐洲 一年不知道死掉多少人 那這個病的致死率 還沒有流感高 那你為什麼不會去防範流感 而你要去防範這個疾病 說真的就是你很難去跟他們 溝通 因為我們就算是在台灣 我們得流感 我們也會戴口罩 可是他們在法國 他們不會因為流感而戴口罩 那更何況是這個 致死率沒有很高 沒有高於流感的這個病 他們就更不會在乎了 當政府 開始 陸陸續去頒發 這些命令的時候 住在法國人 我覺得你應該就可以感覺到 我覺得法國人有開始 經正視這個病 總統就是直接宣佈說要 封鎖 邊界啊 然後 人民不准外出這個命令之後 我覺得他們就是有開始 你可以感得出來那個空氣中的 緊張感 我們那一天在還沒有發布的那個下午 我們就 我就跟阿宅兩個人跑去 超市買菜 說真的 阿宅他就是那一掛就是 不用戴口罩 戴口罩沒有用 防範不了 也沒有辦法抑制 我們這旁邊一票的老公 全部都是這一掛的人 然後就會讓我們覺得 非常無言 因為好像會突顯我們這幾個 台灣太太很 大驚小怪 然後 等到這整件事情 演變到現在這個程度之後 他們才有意識到說 這個病好像 好像不是那麼簡單 甚至我老公會說 出門 不要去碰 把手 把手碰完不要碰你的口鼻 他之前是完全不會講這種事情的 完全 我們那天下午去買菜的時候 超市就非常多人 因為你可以 感覺出來整個超市都存在一種 恐慌感嗎 買完東西之後我們也沒有買很多東西 因為我並不覺得 法國這邊會 臨時 不會缺糧食 因為 連義大利 他封鎖比我們還要久 他都沒有出現所謂的缺糧食 這件事情 所以 真的沒有 必要太驚恐 說真的 台灣的那個 案子數真的比我少太多 你看我們家這邊 我們家這邊的數字是 241個人呢 在法國本土區域最少的數字是 157個人 得病 隨隨便便就超過台灣 整個島 所以 我覺得法國人都沒有很驚恐了 台灣人其實 你們不用那麼的 慌張 我覺得相較起來 台灣算是還很安全 我還可以看到我朋友他們可以去吃 早午餐啊 可以去吃火鍋啊 我就只能跟我老公那樣兩個關家裡面 每天看到他看得很煩 然後我剛剛有說我們今天是第四天嘛 那在這段期間其實人民都還是可以外出的 只是 外出的話 你必須上網列印 一張 外出的一張單子 然後你必須帶在身上 這個單子上面有寫 你的姓名啊 你的出生年月日 跟你的 住所 這五點以外的理由 你都不可以出去 如果有警察攔下來的話 你必須把這張紙印在身上 印下來然後帶在身上 然後給警察看 這個的話如果你的理由 讓 警察覺得 不可信 或是 沒有辦法接受的話 是會被罰錢的 35歐到 370歐 不等吧 我覺得會罰款這件事情是好的 因為說真的法國人就是不是很怕死 基本上所有的 該上班的人還是會上班 除非你是那種 像我一樣 我是在餐廳工作 所以 服務業 基本上 是全面停工 在 停工的這段時間 不會有任何 一間 商店 一間餐廳 因為停工而倒閉 他保證不會有 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 等於說他保障了商家 也保障了員工 因為 我們現在雖然在家裡面 可是我們還是有薪水可以拿的 所有的醫院都進入一個 備戰狀態 醫院把 所有的 病人 都 趕回家裡面 所以病人們都變成在 居家治療 然後會有 護士 每天去 他們家 每個國家的 醫療資源是有限的 並不是無限 台灣也是 然後 你看像義大利 他們 染病的人 真的是超多的 然後死掉的人也超多的 義大利也已經 發佈說 他們不會 再繼續治療 80歲以上的 病人 所以等於說你80歲以上的病人 你染病就是等死 這就是我覺得 這是目前在 法國 或是我看到的 情況 所以 這個東西 這個影片就是用來報平安的 就各大親友們 真的不用太 驚慌 也不用太害怕 只要 然後 我不能一邊訴別人是不是 乖乖待在家裡面 可是我可以管我自己 乖乖待在家裡面 因為那些 自己出國 在 就帶病回來那些人 應該也要罰款才對 我沒有限制你出去啊 可是你回來就要罰款 然後如果你得病 你應該要罰更多錢 當然說我也不想得病 那你大哥在家裡面啊 年輕人是真的不用太擔心 可是 你真的要問你家裡面的老人 好好的想一下 相心比心嘛 別人的爺爺也是爺爺 別人的奶奶也是奶奶 你總不想要別人的奶奶死 然後你的 對不對 這樣是不好的 那 這個影片大概就 就這樣 主要是告訴大家說 法國目前的 狀況跟 我現在很安全 然後 你們也不用太擔心 我就是乖乖待在家裡面 然後 盡量不去接觸到其他人 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等待疫情過去 我們就可以在 開開心心的出國 或是就可以回台灣 謝謝你們 不離不棄啊 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